女人好色与否,身上这三个东西是显而易见的 从衣着打扮看出来 如果一个女人的经常穿着很暴露外表和时尚的潮流 那么她可能就是好色的 这种女人通常会通过展示自己的身材来吸引别人的注意 满足自己的虚荣心,获得别人的称赞 她们可能过于注重自己的外表 不断的追求完美的形象 甚至花大量的时间和金钱来维护自己的外表 这一类好色的女人往往因为过于注重外表而不是了内在的品质和智慧 对于她们来说,外表和时尚已经成为她们主要的资本 还有就是从她的言行中也是可以看出来的 好色的女性通常会通过异性表现出过度的关注和兴趣 她们可能会主动的去接近男性并且向她们示好 以获得对方的关注和赞扬 她们可能用暧昧的语言和行为来吸引男性的注意力 此类的女性往往对性话题就特别的感兴趣了 喜欢和男性讨论性话题或者是主动的表达自己对性的需求和渴望 她们可能会经常的和男性互动以获得刺激和满足 这一类好色的女人往往因为过于注重了外在的性吸引而忽视了内心的情感和精神上的寄托 对于她们来说,性已经成为她们和男性交往的主要目的了 最后就是可以从她对待感情 对待人际关系上的态度可以看出来 好色的女人通常对感情的态度就是比较轻浮很随便 可能会经常的和不同的男人去交往 以追求新奇和刺激 她们可以对自己的感情不负责任 不关心对方的感受和贡献 只注重了自己的欲望和满足 这一类女人对待人际关系往往会抱有功利主义的态度 只会追求短期的幸福和满足 而忽视了长期的幸福和稳定 她们可能会频繁的更换伴侣 不断的去寻找新的刺激和满足感 但是我们也必须要注意到的是 这只是一种可能的情况 不能够一概而论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和喜好 不能够仅凭外表就去判断一个人的好坏了 今天我们的话题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我们节目的 记得帮忙点击订阅点赞加收藏转发 下期再见哦 拜拜